歡迎大家收看《時事評論》 我是Thomas 話題說一下美國已經放棄了他的外交傳統 他的外交傳統是什麼呢? 就是瘟言在口,大棒在手 現在似乎他瘟言不在口,大棒也不在手 看他橫行到什麼時候 故事就是由於當年的魯羅斯福 覺得他應該守著西半球 所以他是要提出一系列的強硬的外交路線 但是太過橫橫就不行 於是他就說了這個名言 就叫瘟言在口,大棒在手 一直都影響到美國 所以美國在進行強硬的外交和侵略性的外交 殖民主義的外交的同時 也保持了瘟言主義的藝術 包含得很溫和 如果直接現在要向對手亮出大棒的話 就可能代表了美國已經去到另一個階段 即是說不能夠再辦事下去了 首先白宮就發了一個新聞 就說要對中國的汽車作出這個調查 因為涉嫌就可以收集他們的各方面的資訊 因為電動汽車就好像裝了一輪的iPhone 被外交部駁斥了 不過似乎他的態度真的很強硬 似乎是想說給我們聽 有意是說什麼我們聽 就說是 他說美國的產品全部都包含了 這個監控全球用戶的特殊工人 你現在不是不知道的 要是你有本事全部取代iPhone 要是傳聞刷在這個window 視窗這個系統 行不行 還有你可以攀這個特斯拉走 也不可以讓這個特斯拉的電動車 提起中國銷售 如果你是用這個邏輯 美國也說 既然你做不到 也沒有反對 也沒有做出反制 依然在外交方面 出來說幾句 是不是你接受了美國的邏輯呢 既然你接受了美國的邏輯 這個就是美國的標準 沒有雙標的 其實可以對等去反制 有這個意味 你想想如果兩億多的iPhone用戶 全部都不用iPhone 不可能呢 更加就是這個 視窗這個作業系統 說中國有多少電腦用戶呢 包括他們的政府、企業 也都是 所以你只有一個講字 所以他也不裝白 所謂叫做裝了一輪的iPhone論 你一般以為就是跟你說笑 或者你覺得他很傻白 其實他就不是傻白 其實是有意收入中國 或者是想試探中國的底線 那是怎樣的? 你有沒有反制? 你會不會在出口方面 也限制美國的產品? 好像中國暫時還沒有任何的動靜 不過 這個呢 只不過是表象 你不要以為中國不做事 重要的事情 剛剛才跟你說 其實呢 中國也很多牌還沒有打 那你如果覺得自己是美國 那我一名欺負你了 那你就覺得自己老了 你不要笑我 但是問題呢 在整個的美西方來說 現在基本上 都不掩飾他們那個 所謂的不公平的行為 也差不多是天天 都有文章去評論 中國的經濟前景 相當之差的 無根無具也是憑空想像的 而且是來來去的三腹臂 大概都是說 習近平是專政 這個是令到經濟出錯的一個主因 樓市泡沫就是制度出現問題 這個地方債務 和這個企業的所謂的勾當 令到這個樓市泡沫出現 這個制度問題 那麼年輕人失業 就是政府自理無方 就是說你們搞這個產業升級 為什麼不敗到這個職業增加呢 種種都是在這裡 涵論是中國的不是 和中國制度的不是 不過呢 除了他們會震懾台灣問題 比如說他去到想威脅中國 你不要硬手對付台灣的時候 他又會講真話 他的真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美國已經是 實行這個叫做新冷戰的行為 就是以集團式對抗中國 警告中國說已經是和你準備脫勾 亦都準備和你做生意 總之就是已經擺了那個姿勢 那麼其實整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的經濟問題 世界經濟的那個倒退 其實和美國是做這個政治事有關的 他平時不說的 但是問題呢 那個台灣問題就會拿出來 你想想如果你再有什麼行動 干擾台灣這個民主國家的話 這個是他們的說字 那麼我們就會整個西方會制裁你 但是問題現在整個西方 已經是準備逐步和中國去中國化 就是說他們說去風險 就是此時不能一下子脫勾 但是已經是部署了 可能幾年之後 真的可能分成兩個陣營 那為什麼呢 美國是再沒有耐性和中國進行競爭 就是簡直說 就是上一波過了 在這個亞太地區裡面 就在台灣問題方面 和你攤牌較量 那麼現在他們準備做什麼事呢 就說有些少許的卡住 就是這個俄烏戰時和這個中東危機 一旦這些問題是可以舒緩的話 他們馬上將那個注意力 在亞太地區 最近這個菲律賓這個國家對中國 都是處處逼人 就是你看它在黃岩島裡面的船 大家的衝突就知道了 那麼越來越是出面的 那麼加上台灣 也都是對這個金門海難 但是沒有任何反應 也都是表現很強硬 就是已經開始準備 是建這個亞太地區 會轉移到美國的所有力量 所有焦點都在這裡 不過呢 你說中國會不會 是否忍得時異可以叫做 我會天空 今時今日就不能夠這樣做 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了南方國家的太模 南方國家主義來說 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這些發展中國家 其實就是希望有一個大國出來 是領導他們去對抗美國 和西方的新殖民主義 這些新殖民主義 就不像是以前的殖民主義 就是殺人略地 那麼明刀明槍 但是問題是用金融的經濟 各方面去控制著這個世界經濟 和各方面的金融的活動 所以說呢 很希望中國可以出來 領導他們走一條 不依靠西方 如果要現代化的話 要現代化的話 都不需要走西方那一套 他們希望中國是做他們的領袖 那為什麼要做他們的領袖呢 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威風 而是中國真的可以用自己的模式 走出現代化 是不跟西方做 還有中國真的可以做到 在西方的包圍之下 都得到很好的發展 那這就是一個領袖的氣質 這不是因為我們自打的影響 不需要謙虛的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20年前 30年前 去到這件事 工資都是說這件事 我們要保留學習 我們不要保留學習 我們要賣出 向前賣出一大步 哪怕會有衝突 哪怕會被美西方的進一步的施壓 唯有我們不斷向前 才可以開闊天空 就不是退一步 更加不是學習人這些什麼 我們要謙虛 不需要收起這些 哎呀我們不可以以氣風法 不是以氣風法 而是我們需要有很好的銳氣 因為不只是我們中國在那裡奮鬥 其實後面南方國家 都是在看中國頭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印度的士兵人 有一個叫坎柏 評論 他說全球南方 就開始積極改革 齊心現在去美元化 他說巴西總統 努拉 都說為什麼 一定要用美元 美元 或者肯亞總統 魯托又說 非洲國家可以 互相貿易的時候 不需要用美元的 這些是很大忌 如果沒有中國在這個 這麼強大的國家 看著這個牆 這分鐘 真的不像照片 你看看伊拉克 你看看這個 利比亞 不用美元 是觸及了美國的 心利益 但是問題是 如果每個人都開始說 不用美元 是只靠著中國的貿易 或者是金磚國家的 南方組織 智成一國 反正你們都是 基本上是西方 維持的別墜 都是有利於西方的發達國家 對南方國家是沒有什麼逆處的 所以現在就是這位 印度的士兵人 他本身也是南方國家的代表 也是覺得說 這個時候 大家都對西方的領導 再不太滿意 所以他們真的 偷正他們的要害 就是美元霸權這方面 是下手 為什麼說美元霸權 是這麼重要呢 首先美元 先就是大棒 你想想 全世界所用的國際貨幣 都是美元 所以美元有無限的威力 比起千鈞萬馬和手指的 航母更加有打擊性 當然 航母和他們的軍事力量 也是整支大棒的成份之一 所以說這支大棒是結合了 金元霸權和美國的超級軍事力量 但是現在首先說軍事力量 是削弱了 烏克蘭打到 就是單藥不計 那麼中東的國家 現在就好像被以色列欺負 即是以色列 扶不讓步 在加沙裡 但是以色列其實是害怕的 為什麼害怕呢 因為 因為 中東的主要的領導國家 譬如伊朗 現在好像在採取戰略的引揚 因為現在以伊朗本身的東亞國力 或者工業的潛力 是遠遠超過以色列 就是講地理位置 講國土疆界 都是以色列是沒得比的 那天天如果他擁有核武的話 甚至沒有另外一種抗軍的可能性 比如說加軍軍事的科技 或者加軍軍事的力量的話 到美國的勢力一衰落的話 以色列是沒得救的 因為以色列的地方佔得很小 你拿了衣服的電話 很窄 很鞭皮 如果大家都有核武的話 伊朗這個大國 會起中東 可能對以色列有不同的態度 所以他們暫時暫時不下水 也因為美國也是撐到行 所以你看到伊朗 很多方面現在的局勢來講 都保持它的定力 還有這個敘利亞 很多大國如果沒有美國鎮住的話 真的可能局面完全改變 所以它暫時不能走到亞太地區 但是現在南韓國家 逐步去美元化 就真的很討厭 對於美國人來說 後果是很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 你這個 美元 如果失去了它的實力的話 你無法印銀子來支持 這麼大的軍事行動 你說不如打仗 不如做個第三個大戰 重新來過 再捉個位置 可以嗎 除非你可以很短期 打一場閃電戰 可以壓服你幾個火頭的對手 但不可能 連俄烏戰士都不能夠這麼快解決 所以我們要面對中國 面對這個亞太地區 所以現在美國正在計算中 就算全部用了 戰爭出陣的話 你也要計算一下 那個經濟力量是如何 烏克蘭真的完全靠你 錢又要你給炮彈 要你去做 你說什麼軍工拿到錢 那些是口數來的 馬亞首如果是烏克蘭輸了 整個大半的土地和資源 被俄羅斯拿進去 那些軍工問誰拿錢呢 問回拜登還是白宮 這是一個問題 大家留意一下 美國GM還說到 他們的美國大棒都開始有問題 首先說到稀土問題 這篇文章說到 美國地質調查局最新的數據說 過往來說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稀土比例 大致上不要改變 雖然你不想去中國化 或者去風險 然後去到七成都是靠中國的進口 那月是第一個被發現的稀土金屬元素 那據這個美國的調查 就是2018年的時候 都這個月這個稀土 都有87% 差不多1090% 但是中國的比例還增加到94% 那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它一方面 沒有這麼快可以取代到供應鏈 第二它的消耗都很大 因為在工業 譬如說 旁天啊 軍工啊 都是需要這些相關的稀土 那所以說 甚至美國的半導體都是 你現在就在那裏 制裁中國的芯片技術 其實你想想這個源頭材料 如果中國其實呢 你是唐南部前 其實是黃雀在後的 那如果真的沒有了這些稀土 那這些稀土呢 就是整支美國大棒的營養劑來的 就是說呢 就是軍事 就是軍事的一個的 還有經濟啦 那個的一個的營養劑 就是你沒有了稀土 還有其他的稀有金屬 那些叫戰略性的擴展的話 美國真的那支棒是硬不起啊 他依然可能很大支棒 但是呢 你真的可能是空心的 那所以說呢 你可以說 有人評論 中國一向都有一個定力的 你不要只見他 就是你一拳他一腳 他就不會這麼做 那說那個誰呢 就不是我 那個權威的那個中國通 他叫做基辛格 去年過了一輩子 享年一百歲 那這位基辛格是中國通來的 他寫了那本書 《論中國》 他就有個觀禁 就說 中國走的是遺棋的 作風很不同 又不是這些什麼 督促過河 見面即殺的國際象的風格 所以說呢 中國人是善於佈局 那你今天呢 就說 那我就說 你不可以 買我的iPhone 你不可以取體我的視窗系統 其實中國可能已經是有了很多手的準備 那也都是 可以這樣說 我也都犯不著氣 在這方面 和你罵 其實另一方面 其實在稀土啊 或者去月美原發表員和你做文章呢 其實美國呢 都未必能夠可以抵蕩到這些這樣的攻勢 當然 現在沒有動靜在中國作出這個反擊 那你說 那什麼時候啊 我回答你不了 總之盡快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